向大家推荐一部绝对不能错过的科幻电影 那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星际穿越》 这部电影实在是太震撼了 每次看都会让我煽然泪下 全片虽然没有华丽的特效 可是它却依然能够震撼人心 甚至到了今天 它已经被众多网友誉为最经典的科幻神作 片中对虫洞 相对论 时间旅行等 都有着极为准确严谨的描述 电影中也首次展现出了完整的黑洞形象 直到在电影上映整整三年后 人类才拍摄到了清晰的黑洞照片 可是两者却有着惊人的相似 现在人类唯一能种植的食物只有玉米 因此未来大多数人都重新成为了农民 包括我们的男主也一样 库珀之前曾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 可如今航天夜早就停止 人们需要的不是飞机而是粮食 库珀和特殊的飞食 好像这里有一股未知的磁场在影响他们 等他们回到家里后 又发现书架上的书籍也莫名地洒落一地 女儿认为这也许是幽灵的杰作 可库珀毕竟曾是一名工程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后库珀说出了他得到坐标的方法 他本以为对于这种超自然现象 在场的人们都不会相信 可是没想到他们并没有怀疑 原来这里是地球上仅剩的航天局 因为公众不允许政府将钱花在太空探索上 所以航天局也只有秘密地隐藏起来 并且科学家在进行大量的研究后 发现枯萎病的蔓延还在继续 很快人类最后的粮食玉米也会灭绝 而现在航天局的任务 就是派人再去探测这三颗星球 如果在上面人类真的可以生存 那么地球将开启星际殖民时代 而现在库珀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虽然他很舍不得离开而民 但为了能拯救人类 在老教授的劝说下 库珀最终还是决定牺牲自己 他先把女儿送回了家 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休眠舱里长达两年的沉睡后 他们已经来到了土星附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而这颗星球在飞动的影响下 它上面的时间也被拖慢 现在这颗星球上的一分钟 就等于在地球上的一个波域 所有人都非常严肃 因为这样一去一回可能就是几十年 接下来众人立即开始行动 他们准备继续寻找线索的生活 库阔却突然睁大了眼睛 他发现远处的高山竟然在快速移动 原来那根本就不是山 而是高达千米的滔天巨浪 库珀立即就开始呼叫同伴 此时巨浪已经离他们越来越近 所有人必须马上离开 已经进水 现在光是排水就需要一个小时 库阔瞬间崩溃了 他走的时候女儿才十岁 而现在他要在这里等待一个小时 那么在地球上的时间就是七年 可是他再急也没人 他只能在煎熬中焦急地等待 这是比天还高的滔天巨浪 他正朝着人类快速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儿子的儿子也出生了 现在库珀已经升级成了爷爷 紧接着就是第三条视频 儿子在视频里面哭了 他的孩子因为沉废病死 外公也在上个礼拜去世 他们一起葬在了妈妈的旁边 如果库珀能够回去 在那里也给他留了位置 最后儿子又沉默了 他知道父亲可能永远都听不见这些 他们发出的所有信息都石沉大海 说完儿子也离开了 第四条视频 库珀终于看见了女儿 这也是他离开地球后 女儿路过的唯一一条视频 所以说他这些证明会 待会儿子也去开地球 所以就和她说一终以后 他就把这种人之的 那还可以带来 他那种人的 对手 都不一样 那麽 这种人的 这种人的 毫无论 我们可以带来 那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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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很快找到了先去者的基地 此时先去者还躺在休眠苍蝇 等到他们将其唤醒后 对方一看见人类 立即就抱住酷婆放声大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她抛弃家人离开地球 最后还给自己留下一个不存在的希望 看着女儿哭泣 酷婆再也不能忍受 她发誓一定要回到地球 这是一颗远离地球的荒凉星球 现在酷婆要对这里进行详细探测 这颗星球的表面温度极低 然后自己驾驶飞船返回地球 两人开始拼命地扭打 先驱者眼见自己不是对手 她直接就用头盔开始撞击酷婆 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打法 谁的头盔破裂谁就会死亡 酷婆的欲望 现在她只能手动对接 然而手动对接需要丰富的操作经验 她在尝试几次后都没有对比 可是她已经等不及了 因为酷婆已经快要追了上来 先驱者强行打开了舱门 她瞬间就被吸进了太空里 失控的飞船也开始撞向空间站 两者之间立即就发生了 原来在刚才的快速移动中 他们已经进入了黑洞的隐秘范围 两人立即进入空间站查看 此时空间站受损严重 不但剩下的燃料不够他们返回地区 就连食物补给也损失大半 现在他们唯一的方法 都别跑了 现在这次是我们下 Birlloch Parent 是不是我这样子 来吧 后来 请 描派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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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肯定会重新回到这个房间 他现在只需要把黑洞的数据传递出去 很快库珀就发现 自己离开时送给女儿的手表 他时时刻刻都待在身边 库珀见状立即想到了蛋白 他利用引力来操控手表上的鸟针 用摩斯密码留下规律的摆动 他把黑洞数据就这样刻在了表针上 等到女儿长大后 他果然重新回到了这个房间 我最后装含这个环境 就得了呼吸 我只不得了 我太致命了 我我也不太短足了 那我还想到这件事 我害怕你 我遇下了一件事 我还想到你 我有一件事 我最后和你都追过 我只是看这个房间 最后一件事 我只需要保存住 这是一件事 我可以保存到 库珀彻底晕了过去 等他重新醒来后 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一张病床上 并且在旁边的都是人类 原来是人类在虫洞附近发现了他 随后就把他带回了空间站 并且库珀今年已经124岁 他走到窗户朝外面看去 这个空间站就是一个巨大的城市 现在有很多人类都在上面生活 人类科技已经发展到了他无法想象的程度 在工作人员